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9月19日已經是星期四了 美國 昨晚 以息 以息結果 就是減半厘 今天早上 香港的銀行就跟隨其後 但是就減四分一厘 金管局把貼券槍調低四分一厘 因為以往 美國加息幾次 香港沒有跟的 所以這次 我也說了 不會跟足的 因為你有幾次沒有跟的 昨晚 香港政府 以李家超為首這班 整個班子 整個管治梯隊 全部 都好像世界輩一樣 坐在電視旁邊 或者電腦旁邊 看著美國減息 的結果 或者意識結果 他們的心情 是不是好像日本 贏得7比0 當然不是 他們的心情 就應該好像沙特阿拉伯 為什麼呢 因為 一月預期 是減了息 但是外根的反應 好像一般 當然 今天港股是反彈三百多點的 日股也反彈成千點 但是你看美國 先升後回 美股 最高升到差不多400點 然後收市倒跌 原因就是 他們市場解讀 即時出現變化了 聯儲局擔心經濟開始走下波 所以 要減息來刺激經濟 這個 對於香港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好 你可能會撿到兩塊樹葉 但是現在外面 環境開始改變了 又要開始避險了 我想告訴大家 避險 是投資最重要的 你不要想著整天想贏 你要想一下 不要輸 為什麼我說避險最重要 關香港什麼事 因為香港和大陸 就是最大的險 香港有一個習近平 中國有一個習近平 香港有一個李家超 中國沒有李家超 但是已經足夠了 有一個習近平 已經是足以令到所有的風險 都在他身上 美國如果一旦出現一些問題 所有錢就去買了國債 因為 不賭了 我不用賭了 坐定定收4厘多 我不用賭命 減了下來也有4厘 你也有風險 這個 就是現在的情況 香港政府其實從去年年尾開始 已經將所有希望 寄託在 設立 以及 減息 今年3月份 設立後 打算好一下 地產商好了兩個月 不會是不好的 一定有一點刺激 結果兩個月之後 沒有了道 因為大家要明白 切辣 就是修正錯誤 但是 當你出現一個很難 改正的問題的時候 你的錯誤就修正不了 當香港 是一個 不能修正的錯誤的時候 你切不切辣 那個效果不會差很多 減息的問題也是一樣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因為如果是減息 當然 你對香港的樓市 有一點幫助 因為公樓便宜了 香港減2.5厘 0.25厘 即是你的利息便宜了一點 對於美國買樓的也是一樣 公樓負擔少了0.5厘 除此之外 你要真真正正要經濟好才行 美國經濟一直都很好 所以他可以支撐著股市 公司有信心 賺到錢 然後就派花紅 然後就回購股價 炒上去 然後人們 拿著公司的股票 每個人都很開心 賺到錢 又有花紅分 又加薪 明年又再加薪 明年又再加薪 他們就捨得花錢 整個經濟循環就是良性 在香港 在中國 是剛剛相反 公司賺不到錢 明年可能會被炒入 伙計覺得 除了做公務員之外 當警察那些不用說了 那些會不會加薪 做普通私人企業 明年公司有沒有錢賺 生不生存到 炒油會不會輪到我 我花錢是不是要有分寸 是不是要節省一點錢 留回錢 美國跟香港的情況是剛剛相反的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特區政府好像大頗等賊 等美國 減息 其實這幾個月 他自從撤立 那招沒有效之後 政府就開始寄望美國減息 是嗎 美國不是黑社會來的嗎 美國亡我之心不死 他減息 你那麼開心 原來美國 減息打算來救香港 你是不是有一點想多了呢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美國減息 他打算救美國 不是救你香港 是不是 好啦 那麼究竟我們想看看有沒有效呢 不會沒有效的 少少當然有 有些人 就被人水了去買樓 被人困了去 看樓 明明也不想買了 未來還要減息週期 減不減息週期呢 言之上早 因為 美國是看通脹辦事的 也 有一個情況就是 就算美國總要減息週期呢 大陸利息夠低 大陸利息夠低 大陸2.1% A股今天我沒有看 昨天保衛戰 失敗了 後來上回去 遣守2700 2700是多少年前的水平呀 差不多10年前 有沒有那麼低 總之很低 這個股價已經是低無可低 為甚麼全世界都比你那麼差 我們 已經說了很多次 香港已經跟全世界脫了軌 大家不要 拿經濟邏輯來分析 市況有高低 跟著整個經濟循環是怎樣的 外遺因素 關你甚麼事 所有東西都不關你的事 你最大的風險就是習近平嘛 人家要避險就被救了你嘛 有時候我們覺得 你等也沒有用 你明明 甚麼叫大婆等七 如果 大婆是要吸引老公跟他上床的具備條件 就不用等了 是不是 當然是二拉 三拉 四拉 五拉 六拉 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 職女傾 怎麼也排不到你的嘛 是不是 所以不用等的 是等不到的 是不會來的 是不是 這句說話 很唯超唯妙 道盡了一切 以前大家要知道為甚麼會出現這個詞語 就是有錢人 通常會有同樣式 小孩子六七歲的時候就請一個人回來 說嫁給他 其實大約二十幾歲 那個就是二十多歲的一個小女孩 到了長大之後 就像奶媽一樣 到了小孩子長大到十八歲 那個女人三十幾歲 就像這個 名成化 獻宗成化皇帝 朱建森 萬貴妃大約十七歲 萬貞兒 就是她的保母來的 就是奶媽來的 她跟奶媽發生了感情 非奶媽不要 她是唯一一個 要奶媽 每個年輕人 都建議施遷的啦 每個目標都是18歲 三歲的時候目標是18歲 到了三十歲的時候目標是18歲 到了九十三歲的目標都是18歲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婆是不用自等到七的 因為 以往來說 大婆跟老公的年齡是差很遠 即使同年紀也沒有用的 大家明不明白 同年紀呢 大婆 樣子也是會衰老一點的 兒子一定是年輕一點的嘛 三婦再年輕一點 四婦再年輕一點的嘛 所以呢 老公長期會留在三四五六月來年輕的 二婦很苦快 過多幾年 二婦也要等到七了 三婦也要等到七了 等不到的 他們不會去的 因為玩厭了 所以 我們叫做特區政府 就等於大婆等七 等的 也不會看到的 減息不關你的事的 你不要有幻想才行的 老爺回家了 老爺今天提早回家了 老爺回家也不會敲你的鐘 你要明白這個世界是甚麼 有一回事才行的 有狗拉在 什麼時候輪到你大婆 死了也不會來找你的 死了也不會去兒紅院的 你明白嗎 你老婆全部的狗拉死了 她也會去兒紅院的 她不會回來找你的 這個 現實 大家明白嗎 很多時候 我們的說話 比較坦白一點 有時候 坦白得來得罪人 沒有辦法啦 說老實話 我們也不喜歡騙人 也不喜歡說話 哄你歡喜 哎呀 好像很開心 然後輸得很糟糕 我們不是很想 所以很多時候 無謂的幻想大家放下 好像王毅等這個 在 這個 克里姆林宮 等普京來 跟他一模一樣 你給了錢 他 就當你 是大婆 你回家自己 臭小子煮飯啦 不要管我啦 我也是出去找年輕一點的姑娘啦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好 多謝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視伏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